汽車線上的讀者大家好 我們今天所試駕的車款是Lensus的RX450 HF Sport RX450 HF Sport 在外觀上加入了一些年輕以及率勁的一些元素 像是車頭的水箱護罩的顏色以及下氣霸的一些造型 都與一般的RX系列車系有點不同 車車的話就沒有像車頭來的改變太多 前葉子版只增加了一個F Sport的專屬名牌 而鋁圈部分呢 RX450 HF Sport 它搭載一個19吋的槍色 有點像是槍色 有點暗灰色的一個顏色的造型鋁圈 所以在整體F Sport版本的RX450 H 是非常的帥非常的夠味道 非常的年輕動感 RX450 HF Sport 它搭載了一顆3.5升的V6 汽油引擎以及一顆電動馬達 在兩者的加持下 它最大馬力有299匹 然後最大扭力有32.3公斤米 雖然它的數據其實感覺沒有非常的亮眼 可是其實它最大的特色是它可以存電 完全存電靠電動馬達來行駛這一台非常大的一台LSUV 當駕駛只要切換到EV模式 而時速大概在43公里以下 如果是輕輕不要重踩油門的話 在電池的電量充足下 它可以完全的存電行駛 這是一台對於這台那麼龐大的一台LSUV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不錯的設計 變速箱部分它搭載了一個CVT的無段變速箱 然後它可以用電腦的程式來設計 模擬成六速的換檔的感覺 可是其實我們今天整天開下來 對於在手動模式下 其實對於這顆無段變速箱來講 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你只要在第一檔油門如果重踩的話 它的轉速是不會掉 你就會看它引擎聲一直維持在很高亢的地方 然後速度就一直上去 所以如果你要進入手自排模式的話 它也只是用電腦的模擬去模擬成六速的感覺 它的內裝上面非常的簡潔有力 沒有太多的按鍵 我們來看中控台的設計 其實中控台上它沒有太多的按鈕 只有一排的冷氣控制的介面 然後音響一些暫停或是播放 因為按鍵在中控台上其實都看不到 而這些東西都整合在這個排檔桿後方的一個 類似滑鼠的操作介面 它可以透過這個移動的滑鼠 來控制中控台上全彩色的螢幕 它有很多的選項都可以由這裡來控制 像是導航、收音機、多媒體、空調、電話 這些全部的資訊都是從滑鼠控制介面來操控 而我們這次所試駕的F-Sport版本 其實它在內裝與一般的RX450H設計上 或者是一些造型上都是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F-Sport它為了增加它的運動化以及它的年輕化 所以它在它的飾板上面 都用了非常年輕的飾板 像是中控台上的這個 就是霧銀色的中控台飾板 以及門板上面的一個鋼琴烤漆的飾板 還有中央扶手前方的飲料蓋 飲料的飾蓋的也都是用了鋼琴烤漆的飾板 極具已經達到了LSUV的RX450H 在後座的乘坐空間非常的寬敞 就西部啊頭部啊都是受到車身的大小影響 所以它有非常亮眼的一個乘坐的舒適 以及乘坐的空間的設定 然後最大的特別是在後座它的椅背以及椅面 都有小幅度的調整的範圍 像是前後啊椅背的角度 都是在有它有設定在一定的範圍 所以後座的乘客 坐起來也會非常的舒適 以及不會有太多的疲勞 疲倦感疲勞的感覺 像是後座一些冷氣出風口 中央扶手以及一些該有的配備 在RX450H上面它都是沒有缺少的 RX450H F Sport它在操駕的感受上面 其實跟一般的RX450H沒有太大的差別 動力以及懸吊上都是相同的版本 相同的設計 在行車模式上它有五種模式 有Sport模式、一般模式以及Echo節能模式 或者是EV純電模式 可是它的操作方式並不像一般其他LensX車系 可能是在盤感後方的一個滑鼠操作 類似滑鼠的操作界面上來調整 可是在RX450H F Sport上面 它需要從方向盤的一個選擇鈕來切換它 如果跟它對手比起來 其實在操控上面或是動力上面 RX450H會略遜一籌 因為它的操控表現其實在底盤的設計上 它是比較偏向於舒適 可能沒有到非常的運動化 在RX車系上面 它有兩款車系 同時都有F Sport版本 像是RX350以及我們今天所試駕的RX450H 而在售價上面呢 RX450H F Sport它售價有278萬 與頂級的RX450H 285萬來講 它可能便宜了 便宜了將近快10萬左右的價格 而如果再往下看的話 RX450H豪華版本255萬 所以它剛好的售價是在介於頂級版本 以及豪華版本的中間 所以它在配備上以及一些 內裝的一些設計 以及一些豪華的配備上面 都是在這兩者之間 可是最大的不同就是 F Sport版本它增添了一些年輕的元素 所以對於年輕的消費者 你想要買RX車系的 這時候是非常好的一個入手入主的時機